各位網友大家好 我是狂俊宇 今天是2023年6月14日 星期三 來到深夜這一節 和各位網友一起討論香港各大最新的時事消息 首先跟進一下再有斬人案件 今次發生在烏溪沙串 整件事是如何與各位一起討論 另外也討論各大熱話 話說近期內地遊客突然去了香港某個地方打卡 結果這個地方很多香港人看到 來到這個位置打卡都即即清奇 在哪個位置和各位一起了解 另外也討論香港各大的最新熱話 說下去之前記得按訂閱免費訂閱鄉俊宇的頻道 看廣告月長是對鄉仔最大的支持 衷心多謝各位老友基 事不宜遲先看看這一則最新消息 根據HK01的最新報道 烏溪沙串的丈夫疑似納刀斬傷妻子 警方到場抓了一名男子 報道機內文提到馬鞍山發生倫常血案 在今日6月14日晚上8時10分 西沙爐烏溪沙串一個村屋單位 一名女子報警說她的丈夫用刀斬傷了她 警員接報到場發現一名涉案的男子和將她拘捕 正於現場調查女傷者頭部受傷 幸好保持清醒 經救護員在初步包窄下 送往威爾斯親王醫院治理 案件暫裂襲擊引致造成身體傷害 警方正在調查事件的成因 以上來自HK01的報道 又用刀又斬人 今次是一個丈夫涉嫌納刀斬傷妻子 不過暫時未有前文後理 近期和刀有關的案件愈來愈多 各位網友多加小心留意 另外亦講講這宗消息 根據HK01的報道 運港散熱器藏有1600萬元冰毒 海關拘捕了兩個人 當中有一個17歲的女生 就說指沒有收錢 協助朋友收貨 報道的內文提到 暑假臨近有販毒集團 透過空運重型機器收藏和販運大批毒品 香港海關在日前在機場 透過風險管理原則 挑選一批白箱從墨西哥進口 報稱是散熱器的空運貨物 經查驗後 成功檢獲市值約1600萬元 重約24公斤的華爾冰毒 隨後海關拘捕了兩名男女 其中一個只是年僅17歲的少女 她報稱是做咖啡師 調查後 這個少女受朋友委託 不收報酬地收取那批貨品 以上來自HK01的報道 1600萬元的冰毒非常誇張 而當中17歲的女生 就指沒有收錢地協助朋友收貨 誰朋友那麼好大脅 即可能不讓女生知道 純粹跟女生說你過去幫我收貨 結果女生中招 現在被捕 兼請這件案件的案情這麼嚴重 未知這女生會面對多大的刑責 另外也說說這件怪物 根據HK01的報道 內地女客來到香港必打卡的攻略 近日快庫街許願變成熱話 就說去到快庫街的街牌下拍照 見者今晚暴富地說 報道記內文提到 內地社交媒體小紅書網紅門又有新招 香港必打卡攻略 兼指香港街道 凡親與財富有關的街道路牌 網紅們都會打卡 期望發達致富 尤其是旺角快庫街原來最受歡迎 計模仿李嘉誠背教的維港 小紅書力推 旺角快庫街打卡 在街道路牌下許願 似乎可以解鎖法特密碼 打卡者豪然 見者今晚就暴富 也說快點來發財 說香港有關自負或財富有關的街名 村下、商下、公下、酒店多不升數 隨手都找到十幾個 當中包括旺角的快庫街 上水的金錢村 觀塘的創庫中心 博芙林的智庫徑 另外煤窩也有銀礦灣 以上來自HK01的報道 小紅書流行的內地遊客來到香港 跟街名牌打卡 當中最受歡迎禁牌 就到快庫街 即是說很快就發財 不過每期都不同 上一期就說到他們去麥當勞道 準備了漢堡包 跟路牌打卡 見到很多香港市民 看到過後都哭笑不得 另外也說說這宗消息 根據HK01的報道 是不是粗底 所以甲斗車貼告示警告 不要挑釁 就說後果自負 網友有一個原因 嘲諷這個效果 是誠意的 報導的內文看到 相關照片 在Facebook駕駛群組 流傳 可以看到有一輛甲斗車 停泊在施工地盤出入口之前 有人正在操作鐵夾 指甲斗車司機離開車廂 不過車頭右前方白底 紅黑字警告 非常吸證 上面寫有 掃底 請勿挑起司機條癮 否則後果自負 另一張照片也看到 甲斗車的車頭貼有 危險人物 相當暴躁的裝飾貼紙 連上載照片的網民都笑言 誰想去挑機 即是車都合起來 甲斗車的霸氣告示 引來網民熱烈討論 有人笑指司機疑似告示作為免責聲明 不過質疑實際只是反映司機駕駛態度不當 甚至會帶來反效果 就說 就憑這句話 應該就已經要停牌 以上來自HK01報導的網絡頁 加因近日網上封傳這張照片 就說有司機在車頭 已經寫著 燥底 請勿挑起司機的引 怎麼挑呢 真是不知 另外也說說這項頁話 是否西客營業前十分鐘要求拿貨不成功 港男公審自取店沒有人情味 反而捱均 來自HK01的報導 港男在Facebook沙田之友群組發貼文 早就知道第一城這間自取店麻煩 不過因為他錯誤選了自取店 所以怪不到人 就說平日8點收舖 對很多朝九晚六港島區office工的人 已經很難拿貨 因為錯誤選選自取店的關係 事主唯有等到星期六才拿貨 他當日早上11點50分 到達自取店 看到店鋪有開門 推門過後看到中年阿叔正在使用電腦 另一個較年輕的男生正在執拾貨品 所以是上前詢問可否立即拿貨 事主說他當時有禮貌地推門入內 明然想拿貨的時間 就說那個阿叔寫到自己未開門給不到貨 因為貨還在執拾 事主解釋貨品五日前已經運到 加上他趕時間 所以想提早拿貨 但對方堅持要等到中五十二點鐘 開門過後才可以拿貨 因為還在執拾貨品 還未到達營業時間 事主不分就說 大哥你讓我推得門進去 即是開了 要不你就鎖住他 大家沒有煩惱 更質疑都是街坊 方便一下其他人是否真的那麼困難 而且只是提早十分鐘 不明白為何開得那麼緊 他不滿對方的態度 是說沒有就沒有 言談之間還嫌棄客人未到營業時間 就來拿貨 所以就說你做街坊生意 連這些人情味都沒有 叫我以後怎樣幫襯這間店 不過港南公審店舖的鐵盤 未獲得網民認同 更反指這個人是西客 就說幫你是人情 不幫是道理 也有人說 未到時候開門 你推門進去還好意思 罵別人不賣人情給你 以上來自HK01報道的網友 港樂業說 港南公審不成 即是不要以為任何東西寫上網 別人網民立即幫你 大家都有雪亮眼睛 雖然說他只不過早十分鐘要求獲獲 不過真的未到營業時間 結果很多網民就罵他 另一箱也說說這宗消息的進展 根據HK01報道 涉嫌闖入賓館襲擊職員和消藏單 遲這個傷情證的男子是認罪後判的 報導的內文提到 遲傷情證來港的男子 去年突然走入九龍城一間崩館 胡言亂語 又用酒精搓手液噴向一個職員 繼而拳打腳踢 另外他又在房間裡燒藏單 那個男子今天6月14日在區域法院承認傷人 刑事損壞和妄固生命是否受到危害 而中火共三罪 案件押後到7月21日判刑 期間索取被告的精神和心理報告 以上來自HK01報道的法庭消息 這個遲傷情證的男子 之前在這間崩館突然之間胡言亂語 另外拿酒精搓手液噴職員 再用打火機點火 即是令崩館七國暖 結果被人拘捕 而相關案件今天有法庭消息進展 我是曠仔 我們下節短片繼續聊天